为了推广家暴防治观念 立新基金会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十号馆 举办了家暴防治创意沉浸式互动展 除了让一般民众了解家暴的议题 也鼓励受害者可以勇敢寻求帮助 更呼吁家暴者要改正错误的行为 不要用暴力来伤害自己最亲的家人 家庭暴力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 包括了精神和经济层面的暴力 都是伤害家人的方式 立新基金会112年度家暴防治创意沉浸式互动展 目前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的十号馆展出 透过静态展示、影片播放还有互动体验 要让更多人来关心家暴防治的议题 很多人都不太能明白我们受暴的妇女 他们所处的状态是什么样状况 然后甚至都会觉得他们离开 自己离开那个暴力环境就好了 那我们很期待的是让他们看到 就是其实我们这样的妇女 他们所做到的暴力对待有哪些形式 可能有经济的、可能有肢体的、可能有言语精神的 所以我们的展区里面会把这样的元素全部都布置在里头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他们的伤痛 然后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就离开那样的环境 家暴防治创意沉浸式互动展 透过影音神光效果让参访者进入家暴的情境当中 并带领参观者了解家庭暴力的样态类型和故事 现场也提供社福资源、心理重建、就业辅导等 希望能够帮助受抱者离开受虐环境 重建正常幸福的生活 那我有碰过很多的妇女 她们就说我走了我就看不到我的小孩啦 所以或者是说我要离开 我要带着孩子离开 我要怎么走 我没有经济的能力 我没有工作的那个状况 我怎么可以带我的孩子走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需要我们社会上面 很多人提供要协助给他们 比如说租屋的补助啊 或者是租屋的协助 然后或者是工作上面 基金上面提供他们协助 那或者是孩子生活上面的重建问题 那很多时候他们静下来之后 就会发现他们很多情绪 Mera 走过 那或者是听到某些声音 他们就会特别的焦虑跟害怕 那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些 身心调节的方法 让他们可以度过那样的一个环节 立新基金会家庭暴力防治创意 沉浸式互动展地点在吉安浩克艺术村10号馆 展期直到7月16号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体验 借惹惠简相报导